你看你从大家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什么呀 大家喜欢你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不是 你这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为什么呀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擅长说假话 哎呀 说假话 等会儿 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哎呦 你这有传统 你家庭影响很重要 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 哎呀 老爷子慈眉上目说你假话了 面不改色 心不跳 你认识我爷爷吗 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我 那么琢磨着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 知道吗 老模范 就不说假话了 好 既然话说到这了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说的什么假话 证明人是谁 你说的上来 还则罢了 你要说不上来 我扣你个无限罪 你要负法律责任 哎呦 急了急了 你看我这跟你说 你这 你这知道了 你这 我要知道你这样 我不说 亲爱的朋友们 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 咱自当没有啊 那以后咱谁也不提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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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你就今天非说不可 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 你给我说出来 非逼我说 你非说不可 那我可就不客气 你来吧 你听着 说 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 马匹吃光了 草根吃光了 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 大伙儿说你推我让谁都知道 吃下去意味着生存 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 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 你爷爷一拍肚子 说了一句假话 怎么说的 我吃饱了 感情说的是这个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啊 这不算是说假话 那这叫说实话 不是说实话 那这叫 说瞎话 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为什么 我听着别扭 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 你这不活得挺聪贵吗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 我这夸你爸爸 有这么夸的吗 和我爸爸半辈子半辈子都说假话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什么性质 你爸早在解放前 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 对不对 对啊 打入敌人内部 不说假话 说实话 先自我介绍 先生们 小姐们 敌人们 我是打着你们内部的 我的任务呢 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 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 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 信得过呢 就让我在这先干着 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 我这个人脾气直 有什么说什么 心里存不住话 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 跟你们也少说不了 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是没这么说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是吧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 打入临海血缘 和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话简直太精彩了 跟土匪也说假话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怎么说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怎么问 天王盖地火 宝塔 镇和腰 莫罕罕 正反不是说话 谁也没有 家人同事 精神焕发 怎么又 完了 防冷 土的辣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的司马奉官 我爸爸杨子荣是吧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是不是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 你所以不知道 到后来解放前夕 是吧 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 又到了四川重庆 由于叛徒的出卖 你爸爸不幸被捕 关进了扎子洞集中营 我爸爸还哪都去 在刑场上 为了配合越狱 根据党的指示 你爸爸突然的装疯漫傻 那彭问啊 这华子梁这个人物啊 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一点不假 我说 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甭说你了 有些事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话说的了 是你妈了解你爸 还是我了解你爸 那么您说呢 都不了解 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 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是 最是你爸爸痛苦的 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 又不能解释 在扎子洞天天疯疯天天跑的时候 多数人指着他 急点骂他软骨头 他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怎么评价的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 不说实话 几十年如一日的变瞎话 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 我 我一猜就是你 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我跟你说 我最感兴趣的啊 就是他爷爷说假话 他爸爸说假话 到他这辈子 哎呦他还这么会说假话 什么事都有个遗传嘛 是不是 真的 关键是他这个假话 好啊 从小说假话 长这么大了 没说过实话 不 捧假了啊 捧这话过了 我不是谦虚 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不不不 就说你打麻将吗 打麻将 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打麻将 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吗 我不是 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 哎呀他打起麻将来 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金光 我就是手太痛 你得夸我呢这是 不是就是那回 那年冬天 哎呀寒风凛冽 你输金光 钱都输光了 衣衫也输光了 哎呀迎着西北风 冻的 对对对对 打着把势就回家了 我说我说我说 关于就是这件事 你有在这传达的义务吗 大伙爱听 没人爱听 你知道吗 你看不信问问 大伙爱听不爱听 爱听鼓掌 哎呀 这就叫群众的呼声 感情在群众啊 也有站错队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他光光溜溜一回家 他爱人气得鼓鼓的 倒着眼睛一拍桌子 你还回来 我算倒了没了 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 你胡说 你给我抽象 我上次赢钱就不这样 咱们离婚 麻烦了 要换别人 非傻了不可 就在说你呀 是 哎呦 当时来个先生夺人 一下子把你爱人下了个一机灵 我说的什么呀 住口 绝不允许你们污蔑 我搞改革 我先把他镇住了 咱们后来再变 统治们 为了改变我们场的落后面貌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支的 冬天的夜晚 寒风刺骨 我们围坐的操场上 都动成什么样 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 从我一进场 他就带着我 师徒如父子 可我这么一看 这么冷的天 怎么着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 我就把大衣 拓给他 让他暖暖身子 嘿 小赵 刚是个孩子 学徒工刚刚进场 我这么一看 这么冷的天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我就把西服都拓给了他 老王师傅 六十多岁了 退了 休了 还在发挥他的余热 他是有胃病的人呢 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样 他穿了一个背心 我们这开背心染销会呢 这是 我把衬衣衬衡都拓给了他 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儿子就要面临高考 他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 我这么一看呢 他本不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我们这大姐啊 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 我把鞋脱下来 干嘛 套在他的鞋上 多一层是一层 对 小羊子负责记录 手都冻僵了 我一看 我把袜子脱下来 让他当手套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天在老 地在寒 为人民服务 心里甜 没错 只要同志们不挨动 我宁愿天天光着电 我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我动成这样 我都能忍受 所以是我痛苦的 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 甚至在你的影响下 孩子也这么认为 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 孩子都要去问你 妈妈妈妈 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 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怎么说的 你说你爸爸的话 你得反着听 他没实话 你说我还活什么劲 我没法活了 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我走了 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 你这一出门 你爱人刚刚要追你 你儿子说了一句话 你爱人就打住了 他怎么说的 妈妈妈妈 你甭害怕 我爸死不了 怎么呢 他没实话 你看你从大家 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 你听出来了没有 什么呀 大家喜欢你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 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不是 你这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 为什么呀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擅长说假话 哎呀 说假话 等会儿 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哎呦 你这有传统 你家庭影响很重要 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 哎呀 老爷子 慈眉上午说些假话 面不改色 心不跳 你认识我爷爷吗 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 我爷爷爱说假话 我 那么琢磨着 我爷爷是老红军 老模范 知道吗 老模范 就不说假话了 好 既然话说到这了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说的什么假话 证明人是谁 你说的上来 还责罢了 你要说不上来 我扣你个诬陷罪 你要负法律责任 急了 急了 你看我这跟你说 你这 你这知道了 你这 我要知道你这样 我不说 亲爱的朋友 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 咱资当没有 以后咱谁也蒙皮了 别点 你就今天非说不可 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 你给我说出来 非逼我说 你非说不可 那我可就不客气 你来吧 你听我说 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 马匹吃光了 草根吃光了 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 大伙儿是你推我让 谁都知道 吃下去意味着生存 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 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 你爷爷一拍肚子 说了一句假话 怎么说的 我吃饱了 感情说的是这个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 这不算是说假话 那这叫说实话 不是说实话 那这叫 说瞎话 我爷爷自然说的是假话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为什么 我听着别扭 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 你就别扭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 你这不活得挺聪贵吗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 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 我这夸你爸爸 有这么夸的吗 和我爸爸半辈子半辈子都说假话 不是 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什么性质 你爸早在解放前 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 对不对 对啊 打入敌人内部 不说假话 说实话 先自我介绍 先生们 小姐们 敌人们 我是打着你们内部的 我的任务呢 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 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 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 信得过呢 就让我在这先干着 时间长了 你们就知道 我这个人脾气直 有什么说什么 心里存不住话 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 跟你们也少说不了 你说他不是神经病吗 是没这么说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方面 你爸爸做的就好 是吧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 根据地 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 要求 打入临海血缘 和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 对的那话 简直太精彩了 跟土匪也说假话 岂止说假话 那就是黑话了 土匪头子 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怎么问 天王 盖地虎 宝塔 镇和腰 尿哈罗 正常不是说话 谁也没有 家 人 红手 精神 焕发 怎么哟 完了 防冷 土的辣 这么说 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 我爸 杨子荣 是吗 那就是 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是不是 那 那时候还没你 你所以不知道 到后来解放前夕 是吧 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 又到了四川重庆 由于叛徒的出卖 你爸爸不幸被捕 关进了扎四洞集中营 我爸爸还哪都去 在刑场上 为了配合越狱 根据党的指示 你爸爸突然的装疯漫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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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彭问 这华子梁这个人物啊 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一点不假 我说 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就甭说你了 有些事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话说的了 是你妈了解你爸 还是我了解你爸 那么您说呢 都不了解 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的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 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是 最是你爸爸痛苦的 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 又不能解释 在扎四洞天天疯疯癫癫 跑的时候 多数人指着他 急点骂他软骨头 他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怎么评价的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 不说实话 几十年如一日的变瞎话 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 我 我一猜就是你 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我跟你说 我最感兴趣的 就是他爷爷说假话 他爸爸说假话 到他这辈子 他还这么会说假话 什么事都有个遗传 是不是 真的 关键是他这个假话 好啊 从小说假话 长这么大了 没说过实话 不 很假了 这话过了 我不是谦逊 我偶尔的也能 蹦出两句实话来 就说你打麻将吗 打麻将 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打麻 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吗 我不是 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 哎呀 他打起麻将来 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金光 我就是手太痛 你得夸我呢 这是 不是 就是那回 那天冬天 哎呀 寒风凛冽 你输金光 钱都输光了 衣裳也输光了 哎呀 赢着西北风 冻的 对对对对对 打着爬式就回家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关于就是这件事 你有在这传达的义务吗 大伙爱听啊 没人爱听着 你看 不信问问 大伙爱听不爱听 爱听鼓掌 哎 这就叫群众的呼声 感觉那群众 也有站错队的时候 对 对 他光光溜溜一回家 他爱人气得鼓鼓的 倒了眼睛一拍桌子 你还回来 啊 我算倒了没了 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 你胡说 你给我出去 我上次赢钱 他不这样 咱们离婚 麻烦了 要换别人 非傻了不可 就在说你呀 是啊 哎呦 当时来个先生夺人 一下子把你爱人 下了个一机灵 我说的什么呀 住口 绝不允许你们 污蔑 我搞改革 我先把他镇住了 咱们后来再变 统治们 为了改变我们场的落后面貌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支的 冬天的夜晚 寒风刺骨 我们围坐的操场上 都动成什么样 张师傅 那是我的老师 从我一进场 他就带着我 师徒如父子 可我这么一看 这么冷的天 怎么的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 我就把大衣 脱给他 让他暖暖身子 嘿 小赵 刚是个孩子 学徒工刚刚进场 我这么一看 这么冷的天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我就把西服都脱给了他 老王师傅 六十多岁了 退了休了 还在发挥他的余热 他是有胃病的人 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我们这开背心 染销会 我把衬衣衬骨 都脱给了他 李大姐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老师就要面临高考 他也来跟着 一起研究开会 我这么一看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我们这大姐啊 这艺术还够开放的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 我把鞋脱下来 干嘛 套在他的鞋上 多一层是一层 小杨子负责记录 手都冻僵了 我一看 我把袜子脱下来 让他当手套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天在老 地在寒 为人民服务 心里甜 只要同志们不挨动 我宁愿天天光着定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我动成这样 我都能忍受 所以是我痛苦的 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 甚至在你的影响下 孩子也这么认为 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 孩子都要去问你 妈妈妈妈 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 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怎么说的 你说你爸爸的话 你得反着听 他没实话 你说我还活什么劲 我不一会儿活了 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我走了 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 你这一出门 你爱人刚刚要追你 你儿子说了一句话 你爱人就打住了 他怎么说的 妈妈妈妈妈 你别害怕 我爸死不了 怎么呢 他没实话 这一出门 好好 咱俩在这儿祝贺什么呀 这 三灯桥为咱俩 太好了 这什么心态 你这么说话 这合适吗 怎么了 你想获更高的奖项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但你不能这么说呀 三灯桥没咱俩待好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二灯桥没咱俩 你才高兴吗 不管怎么说呀 今年我们俩的相声 不敢说让大家满意 但明年 我们保证全面出信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说 我的意思是说 再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说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 不是 你打算说什么呢 我们不清楚啊 还站着干说 相声啊 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可是我们说了半天 您要是不乐 那我就下去隔着您 你说上 这么说行吗 一点心意都没有 一点意思没有 同样这段词 你要配上音乐 那就叫配乐相声 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水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那就跟我们一块哭吧 叔叔叔大爷大爷大娘们 给我来口吃的吧 我饿呀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 美娘的孩子吧 咱们说说说说到旧社会去啦 不是像是初心 初心能这么出吗 你得赞美新生活 给你美的享受 美的享受 早说 美的享受 那行了 那咱就不搞配乐相声 对吧 咱搞模特相声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那咱们说说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不乐 我还拖 跳跳跳 停吧 就等会吧 牛客 咱俩是男的是女的呀 他们都说是男的 先把这性别搞清楚了 能这么说吗 我跟你说 光有灯光音响是远远不够的 那你的意思 你得调动一切手段 为相声服务 调动一切手段 好 是不是 那就请今天所有道场的朋友们 欣赏我们这一段 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交叉 新潮 相声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所以一斗上给那欢乐还能治百病 你一高兴你一鼓掌我们就高兴 你不高兴你不鼓掌我跟你玩 吃葡萄他的应该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他的应该倒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我就想吃两个大鸭铃 不吃鸭铃我就想吃两包花生仁 不吃鸭铃我就想吃两个豆腐皮 不吃豆腐我就想吃两条小鸡鸭 不吃鸡铃我就想吃两条小鸡鸡 不吃鸡鸣我就想吃两条小鸡鸡 谢谢大家的鼓励 谢谢 太好了 咱俩在这儿做什么呀 三等桥没咱俩 太好了 你这么说话这合适吗 怎么了 你想获更高的奖项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但你不能这么说呀 三千桥绝对俩太好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二当奖没咱俩 你太高兴了 不管怎么说呀 今年我们俩的相声 不敢说让大家满意 但明年我们保证全面出信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说 不 不怕 我的意思是说 再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 不是 你打算说什么呢 我们不清楚 还站着干说 啊 相声啊 是一门语言艺术 那讲究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可是我们说了半天 您要是不乐 那我就下去隔站您 你说上 这么说行吗 一点心意都没有 一点意思没有 同样这段词 你要配上音乐 那就叫 黑乐相声 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 您不乐 那就跟我们一块哭吧 修许大爷 大爷大娘们 给我来口吃的吧 我饿呀 您就可怜可怜 我们这俩 美娘的孩子吧 咱们说着说着说着就着回去 停吧 音乐停 停 等 咱们说着说着就着回去了 不是像是初心 初心能这么出吗 你得赞美新生活 给你美的享受 美的享受 早说呀 美的享受 那行了 那咱就不搞配乐相声 对吗 咱搞模特相声 相声 是一门语言 一手 讲究说学 逗唱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幸福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 您不乐 不乐 我还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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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吧 牛客 咱俩是男的是女的 他们都说是男的 先摆的性别搞清楚了 能这么说吗 我跟你说啊 光有灯光音响是远远不够的 那你的意思 你得调动一切手段 被享受服务 调动一切手段 好 是不是啊 那就请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 欣赏我们这一段 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交叉 新潮 向上 向上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所以都想给你欢乐 还能治百兵 你一高兴 你一鼓打我们就高兴 你不高兴 你不鼓打我跟你玩 吃服务的 还得应该不服务的皮 不吃服务的 他就应该倒服务的皮 不吃服务的 我就想吃两个大鸭鸣 不吃鸭鸭 我就想吃两包花生鸣 不吃鸭鸭 我就想吃两包豆腐皮 不吃鸭鸭 我就想吃两包小鸣鸣 不吃鸣鸭 我就想吃两包小鸣鸣 快来呀 谢谢大家的鼓励 太好了 咱俩在这儿对他什么呀 三等小飞咱俩 太好了 这什么心态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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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话 这合适吗 怎么了 你想获更高的奖项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但你不能这么说呀 三千两天俩太好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二当奖没咱俩 你才高兴吗 不管怎么说呀 今年我们俩的相声 不敢说让大家满意 但明年 我们保证全面出信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说 不 我的意思是说 再也不能这么站着 干说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 不是 你打算说什么呢 我们不清楚 还站着干说 啊 相声啊 是一门语言艺术 那讲究说选逗唱 只要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可是我们说了半天 您要是不乐 那我就下去隔着您 你说说 这么说行吗 一点心意都没有 一点意思没有 同样这段词 你要配上音乐 那就叫黑月相声 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选逗唱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 您不乐 那就 跟我们一块哭吧 兄叔大爷 大爷大娘们 给我来口吃的吧 我饿呀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 美娘的孩子吧 咱们说着说着说着就着回去 停吧 音乐停 停 怎么说着说着就着回去了 不是相声出心 出心能这么出吗 你得赞美新生活 给你美的享受 美的享受 早说呀 美的享受 那行了 那咱就不搞配乐相声 对吧 咱搞模特相声 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着 逗派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 您不乐 不乐 我还 我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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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停吧 等会儿吧 牛特 咱俩是男的 是女的 他们都说是男的 先摆的性别搞清楚了 能这么说吗 我跟你说啊 光有灯光音响是远远不够的 那你的意思 你得调动一切手段 被享受服务 调动一切手段 好 是不是 那就请今天所有道场的朋友们 欣赏我们这一段 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交叉 新潮 相声 向上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所以都想给你欢乐还能治百兵 你一高兴你一鼓掌我们就高兴 你不高兴你不鼓掌我跟你玩你 吃佛道还得应该不舒服到瓶 不舒服到他就应该倒入瓶瓶 不舒服到我就想吃两个大鸭鱼 不是严论我就想吃两包花生鱗 不是严论我就想吃两个豆腐 不是严论我就想吃两个小鸡鱼 不是严论我就想吃两个大鸭鱼 不是严议我就想吃两个大鸭鱼 快来呀 我就想吃两个小鸣鱼 谢谢大家的鼓励